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讲述长安与中国佛教每一个章节的内容时 我总是充满了自豪、充满了景仰、充满了感动 虽然现在我们就要结束这一段课程了 可是长安与中国佛教的繁荣璀璨、辉煌美丽、风雨沧桑 那曾经漂浮在长安城里的袈裟佛影 那曾经悠扬在长安城里的精神反败 仍然时时刻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萦绕在我的耳畔 烙印在我的灵魂的记忆里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长安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佛教的八宗相继产生 有六宗是在长安开宗立派的 有六宗的祖庭都在长安 长安也成为了佛教向日本、朝鲜等地传播的发源地 长安是中国佛教洪传与传播的最为重要的中心 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峨的高峰 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先生指出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 得天时地利之变 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地区 成为中国佛教的五大中心 身材辉聚中心、经典翻译中心、佛教洪传中心、宗派创立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 同时长安还是中国佛教、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